有在研究这个各种不同的低轨道卫星的投资的机会 那如果有好的投资机会我们当然也会研究 起中华电信启动投资卫星计划 台湾大科大也表示有意投资 总经理林之成指出低轨道卫星的主要应用 可以帮助电信的网路 扩散到非都市密集区比较难扩散的地方 对于电信业来说能达到互补作用 包括郊区包括海上空中 所以可以让人类社会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的时候 去到任何角落都有4G 4.5G这样的高速的网路可以使用 这个我觉得大概是低轨道卫星 至少在未来十年看起来比较有可能 对于电信业的一个互补的地方 2015年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宣布推出SpaceX的新电计划 低轨道卫星逐渐受到全球关注 包括亚马逊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及波音公司等都相继投入 台湾电信龙头中华电信也在今年4月中宣布 以着手布局低轨道卫星 并认为中低轨道卫星是未来全球发展6G市场的关键 以台湾来讲甚至整个大东南亚来讲 我们的这个经济体可能都不够大 所以一定是积极的跟大经济体的这个类似的新创结盟 林志产也点出台湾发展低轨道卫星的关键 不会是单一企业发展 一定是和美国 欧盟 这些大经济体国家的新创结盟 来发展低轨道卫星 新唐人亚特电视之前的一顶金金 台湾特别报导 这个距离 means the satellite can reach places that cables can is that